大家好 我是修科 歡迎來到我們的喬洛搖滾吉他教室 喬勒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 軟脂練習 軟脂練習的步驟 軟脂練習的狀態就是 我們一開始彈的時候 千萬不要一開始就 就彈很快的東西 馬腳速彈 嚕嚕嚕嚕 尤其那個大學生 大學生大餓大餓大餐 一段時間 要新生這次 要來社團辦公室 搞不起來 不要這樣子 彈一些比較容易的東西 比較容易吸引 最主要是你的手指頭不會受傷 你這樣長期都沒有 運動它就直接傳出 這樣對你的手腕 或是手腕都不太好 那我們今天介紹 介紹兩種軟脂練習 很簡單齁 我們上一節課已經講過Picking了 所以 就是一樣 依照我們那個Picking的要領 依照我們Picking的要領 來做這個 簡單的軟脂練習 好 一二三四 好 好 在第十二跟第十五個這邊結束 剛剛這邊過來嘛 從第一個開始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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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回去 也是要從第十五個開始回去 那 那 這是第一種軟脂練習 軟多久 我想大概 五三分鐘 應該就可以了 五三分鐘 然後 第二種的話 第二種的話是稍微讓你的手指頭再靈活一點 我們用一三二四 一三二四 很簡單 我覺得太簡單你也可以把速度往上調 回來的時候就是四二三一 凡是人會出錯 跳槍跟進行 四二三一 然後這樣子這兩種練個五分鐘 沒有分鐘大概就可以讓你的手指頭暖和了 暖和起來就要再去做吉他練習 建議每次開始練吉他之前都要做的等暖子練習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會進入到我們的基礎樂理 我們的基礎樂理就是音階跟音程的部分 來看一下螢幕下面的這張表格 這張表格上面有幾個東西嘛 一個是音名 音名有看到C D G A B C 在音名的下面呢 是這個唱名 D O R E M E B S O L A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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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不是C喔才會變 因為C其實是在另外一個地方 以後大家就會知道 修正一下你的那個記憶 這個是T 然後呢 簡譜 一二三四五六七這樣子 然後大家會看到這個灰色的部分 就是那個 湯琴上面的黑鍵 跟Ray中間有一個黑鍵嘛 Ray跟Ray中間有一個黑鍵嘛 那這就是我們的這個 大調音階就在這邊 C D E F G A B C這樣子 那簡單講解一下 為什麼要分那個 音名跟唱名 音名跟唱名 音就是 音名就是一個音的名字 比如說 在紙板上面 C 這個音在這邊 C在這邊 C C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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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它就 永遠都是C 這一格 它絕對不會是D 它也不會是E 大家記住 這個就是C嘛 在它上面是固定的 這把吉他生 生下來以後 生產之後 它是 終身不得改的 我想這樣的話就不一定 那改了改了 它可以 它終身都要叫做C 可是呢 在 在我們這張表格裡面 所看到的 C大調音階裡面 它是做D 可是有別的調 你看 就把他調 像B大調 G大調 G大調 就是不會換調 把那個調 它就是D 譬如說 G大調的D 就是G G在這裡 對不對 G在這裡 就是G大調的D D 所以 你看 D 也在這裡 所以呢 唱米 是不固定的 它會隨著調 性在跑 可是 音米是固定的 要有這個概念 要記住 音米 是固定的 C就是C D就是D 可是 D的麥發之後 T這個是會跟著跑的 這樣子 那下面的這個簡譜 就很簡單 1234567 它就是對應到 D 既然說 那種方便 我們在寫簡譜的時候 D 比較難寫 比方比較多 所以簡譜 就是對應到它 這樣子 那這就是 這是我們的 音階的部分 那接下來 我要簡單講解一下 音階 音階的部分 音階就是 剛才講的就是 音跟音之間的距離 譬如說 這個 D在這裡 阿瑞在這裡 他們之間的距離 這叫全音階 咪在這裡 阿發在這裡 他們之間的距離 叫半音階 就是 音跟音的距離 所以有句話說 人跟人之間 最有距離就是 就是 就在我身邊 額悟不知道 是嗎 感覺 怪怪 怪怪 你看 咪在發的見面 阿你回去 你試試看 咪到發同時按下去 我 我試咪一起發 來你試接著 這支發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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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行 人跟人之間距離 不要太近 對 剛才說就是 對方 如果是在大聲 就想到 這個是我體會下來 多年 體會下來的夫妻 或許的相處 你婆婆 哭得很長 大概是這樣 我們是很重 很重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螢幕上的這個表格 小姐的表格 這樣 這樣 那這個表格上面 我們看到 就是剛剛 的那個 西大調音階 那下面就是有幾度音 幾度音 就是我們拿來計算音程 音跟音程距離 譬如你看這個 D 跟A 之間就是 就是 有一個 一個 那這個東西 我們就叫做 兩度音 兩度音 那比如說 D到咪 D到咪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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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C到E就是三度音 那三度音有分大三度跟小三度 比如說E到G 咪發收 你會點半音 咪跟發之間是半音 咪發收是一個小三度 都是三度音 可是有分大三度跟小三度 這個表上面就有寫所有人的音程 都到什麼是多少 這個大家要熟悉 因為這個音程到後面 我們要講和弦的時候會很重要 大概直到一下這樣子 那我們又回到剛剛那個表格 第一個表格 第一個表格上面就是 就是在CDEFGAB下面 我們寫一個全全半 全全全半 就是說C到D是全音程 D到D是全音程 全音這樣子 全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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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組合起來就是我們的期待跟元節 那全全半 全全全半 會不會很難記人 其實很簡單 你想像一下 你在目視 目視 怕全節 最後關鍵時刻 對方扣 這地方KO 一滾下去 兩滾下去 沒倒你會怎麼樣 好嗎 好像這樣按 按 按 沒有倒 要怎樣 還補三分頭 全全全 按 按 對 全全按 全全全 按 全全半 全全全半 一滾下去 一滾下去 你如果有認真聽 我這樣一滾都不會放你 對啊 那這個東西其實 其實要去 還是要去 去吉他的 因為 像如果是另外一個音節 小調音節 它就不是全全半 全全全半 這個以後 你在彈很多不同的音節的時候 它就會很好用 因為不是只有大調音節一種 對 對 阿倫剛才說這全全半 全全全半 就是吉他夠配樂 夠配樂 夠配樂 巧克力很棒 來看一下 來喔 全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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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全全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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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一切 你笑得怎麼想 這東西 絕對 你這次就 一切都不放美 一切都不放美 這台歌是 Jeson Baker的歌 Jeson Baker 是我很驚訝的一個地打手 他演出啊演出 然後 突然前進 Jeson Baker 那 陰沉的部分 大概就是這樣 好 那我們 我們今天的課程 就是我們有介紹的 一彈子練習 然後我們還有介紹的 技術樂理 迎接的部分 一切都不放美 好 到目前為止 那個 小哥你怎麼知道 接下來 你還要練什麼 應該是 我不要去打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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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基本上 我建議 出學者 就是 盡量每天練 你每天 只有半小時 你也要每天練半小時 你不要練三天 練五天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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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你一定要每天 要附近吃兩小時 一天 我認為練一個小時 再兩個小時 是差不多的 其實你不要看 Piki練習這種東西 它只有三種 你每一種練二十分鐘就一小時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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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小時 我認為其實 是夠的 大家不要覺得 Pikking很無聊 Pikking這種東西 很基本 我知道大家會很急的 想要開始 左手的東西 可是 右手 右手的Pikking 我覺得是基本 每一個老師 授課可能都有它 不同的方式 不一定我的評語很好 但是如果 你有興趣看我的課的話 你就消失我 先這樣子去練 之後 我們會再介紹更多 左手的東西 但是現在 對你來說 最重要的是 紮實的練習 以外教的是 平易拿 平易拿 那五舊版很重要 五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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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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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嘛 我們今天去 一、二、三 一、二、三 對 大家指販 我們剛認識 你總不能第一次就要上 小燦 小燦 第一次就要上 一輩子 布格 然後 頭說你有一個 對 然後 對 我們總是在按摩 對嗎 你先是三 還要堪氣 好 好 所以 練習一定要按摩球盤 有一點耐心 沒關係 那 我們今天的課程 就會到這邊 呃 如果有任何問題 好 難怪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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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那個 也歡迎到我的 Vlog 看一下相關的文章 一些 跟課程的文章 我會放到上面去 一些文字敘述 或者一些文章 這樣子 今天課程就到這邊 謝謝 掰掰 掰掰